12月15号,2019国际拼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在郑州奥林匹克中心决出南双冠军 国拼南双组合许星、樊振东战胜中国台北组合廖振挺、林云如为中国队夺冠军 这也是国拼季2011年后时隔8年再夺总决赛南双冠军 南双决赛,许星、樊振东对阵中国台北组合廖振挺、林云如争夺冠军 首局双方打得很激烈,六平后,许星、樊振东先后发力取得9比6领先 随后陈胜追击11比7拿下第一局 经过第三局的失利,许星、樊振东加快节奏迅速取得6比0领先 并一鼓作气11比3拿下第四局 大比分3比1战胜廖振挺、林云如夺冠 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获南双冠军 上一次南双冠军还是由马林、张继科在2011年获得 赛前樊振东就表示很渴望拿到冠军 夺冠后他开心地说 很开心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冠军 自己也没获得过这个总决赛的双打冠军 然后确实阶级上跟许星就配合下来 也是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能力的变化了 然后对于自己我觉得从双打上 还有就是一些可以去进步可以去提升的一些空间 然后自己以后就是在双打那块也是会去再去突破一些自己的这种 无论是心态还是技术上的这些一些缺点吧 据了解在14号混双比赛中 许星和刘世文搭档获得混双冠军 以两个冠军结束总决赛之旅的许星总结到 郑州这次比赛我觉得压力也挺大吧 因为这次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混双的这个入场选 因为之前在亚军赛的时候 我们已经拿到了团体赛的这个资格 所以我们还是中国队还是希望 最主要的目的是以奥运为主 所以这次第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紧张吧 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有好有不好 但更主要的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非常拼吧 不管是国内外的选手对这次比赛的重视 包括这次比赛的场馆是非常大 然后球迷非常多 我觉得这种氛围更适合运动员去比赛吧 所以这次比赛我觉得成本是不错 至少在球员里我觉得是非常喜欢这种比赛氛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对这次比赛的重视 对这次比赛的重视